好持續再來看到徐總促世 生前他念姿在姿的 就是怎麼重振台灣職棒 對於台灣的棒球 他充滿了使命感 生前還心細著 怎麼來幫一大犀牛隊 拿下總冠軍 促死前呢 他帶領犀牛隊出戰 而比賽最後脫下了鴨舌帽 向觀眾深深一鞠躬 沒想到這是他最後一場比賽 樓下球迷無限感慨 這個球結果打穿了 一二壘之前又是安打 切局上兄弟向突破 一大犀牛防線 敲除安打 徐生平表情嚴肅 不苟言笑 再度顯露 鐵顯面貌 這是徐生平24號晚間 生前帶領 心愛的一大犀牛隊出賽 比賽最後成功拿下勝利 徐生平留下了 這樣的最後身影 脫下鴨舌帽 朝觀眾深深的一鞠躬 徐生平把每一場勝利 都視為得來不易 2013年是一大犀牛元年 球團歷經千辛萬苦 請來徐生平擔任總教練 從此一大犀牛總冠軍 成為徐生平誓死捍衛的終極使命 一直到他昨天晚上 跟徐媽媽在慢跑的時候 以前啊 慢跑以前 他還是在念念不忘的 這個整個的職棒 如何讓他來付出 職棒就是他的生命 徐生平從小就是國家隊成員 看盡了這些年間 職棒興衰 對於台灣棒球 從來沒有放棄過 既然了解他的使命 即使徐總過世了 徐太太對一大犀牛 卻只有簡單兩個要求 徐總他的715勝 希望這個戰績能證實列入 他職棒的真正的計劃 第二點 就希望我們能幫他 在一大犀牛元年得到總冠軍 為了贏得冠軍 徐生平意堅扛下所有壓力 沒想到卻把身體搞壞了 壓力奧運打完之後 徐總教練有開一個換腎手術 他不會輕易談說他的身體 有什麼狀況 不過他會勸戒我們 就是要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 就是這樣的為棒球 為一大犀牛隊勞心勞力的徐總 卻來不及看到 躲下總冠軍的那一天 就陷在人生球賽中提早下場 專訊文 吳嘉文 李克勤 S群小組 新北市長報道 小組 林高島 若好莉 在旁邊 有大泥管 在三年到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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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了